大家好 今天要帶大家來苗栗 已經流行一陣子的鐵道自行車 今天我們還有兩位神秘嘉賓 泰國人邱建章 泰國語跟大家介紹一下 如果你有在網路上訂票 之後他就會給你一個 QR Code 然後你就提前 來到這個取票處這邊 他就把票給你 好熱喔 太熱了 這裡們的國家會有分熱跟不熱的 剛剛這位大姐跟我們說 身上蚊子很多 別怕我們有這個 來自法國純天然的精油 它有75%的酒精 25%的精油 比較特殊是你只要噴到空中 就不會有蚊子來騷擾你囉 我是不是這一個空中嗎 今天的香繩 手足水分地溫烘培的 沒有色素沒有香繩 謝謝 謝謝 D有1D糖都沒加的 不用客氣喔 謝謝 他功用是幫 幫溫區從沙境 環境清新 在你取完票之後 就會來這邊 後車處 然後他就會講一些行錢的工資 我們等一下要坐的 這個火車就在後面 這個舊餐線其實是非常熱門的 那現在的話 他訂票比較好訂 有些時候你來 現場如果網路上沒有滿的話 還可以現場直接買票 有嗎 我就位了 來 謝謝 謝謝 謝謝來 安全的袋 這有現身高嗎 我覺得我的腿快踩不到了 你怎麼在我們車上 笑我一跳 你會全程帶我們導覽是不是 還是你就不要離開我們 太快了太快了 掰掰 謝謝 這蠻快的 對啊 他說你雙手不能放開 手把 可是你這也是空的 鐵橋耶 這裡的最美的景就是這裡 旁邊就是 龍騰斷橋 然後這一個 鐵道啊 他最高的地方有33公尺 大概是10樓 這鐵橋很壯觀耶 它有A B C三個行程 然後我們今天做的是C 只有C的行程 它是會經過鯉魚潭的 然後這裡最好的地方就是說 它就是腳踏車 但是你不用一直踩 蠻舒服的 好累喔 所以這裡的特色就是 它會有鐵橋很高 也會經過隧道 喉嚨會受傷 這一段旅程裡面 也是一個很特別的景點 叫做 洞連洞 山洞連著山洞 它會連續有4個山洞 然後讓你 洞連洞 洞連洞連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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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要去吃飯嗎 吃飯 剛下車耶 他們會帶你去前面有一個導覽 像我穿這個就是 紋章的感覺 人家老師在那邊講的 水家轉波 你們在這邊看唇蜜是怎樣 這個走到鏡頭的時候 你就可以看到鯉魚潭 這裡不能尿尿啦 不要尿啦 我本來要去哪 他那邊貼人寢物在這個大小裡面 欸 你看了懂中文 一點點 我在學中文 學中文 OK 學中文 如果要買可以在拼褲買 泰國人跟台灣人的平衡感 欸 你如屢平地耶 怎麼會這樣子 你普通生活就在鋼鎖上中嗎 它這個的車體 因為它是同一條線 所以它車體是原地 360度轉 所以如果你們想要看360度轉 你就趁著導覽在導覽的時候 你就默默地回來 算太多了 趕快上去不會 這蜜蜂小小吃而已 只是它有腰伸來的 還好可以 泰國人沒在拍 跟著你跟著你耶 舊三線呢 在1998年的時候 新三線在它的西部完成的時候 這裡就廢紙 然後來覺得有點太可惜 他們就把它恢復成為觀光 然後最近的時候呢 他們再把它塑造成騎腳大車 韓國江村 它就有一個鐵道的自行車 但是那裡是真的自行車 就是你要一直用腳踩腳踩 那風景也是非常漂亮 這邊有一個中計站 它會停在這邊 然後下來 然後帶你去龍騰斷橋 好 這個多少啊 這十塊錢 來吃看看我 請鼓種出來的農產品 你給我吃看看 好 這是延伸種 沒有基因改造的 你給我吃看看 唉唷 帶甜 真的有一點 這個龍騰斷橋 它是因為1935年的時候 有一個叫做 關刀山地震 就是清水大地震 關刀山 關刀山大地震 在那個時候是瑞士7.1級 哇 所以這個橋就斷掉了 這花生真的不錯 在那邊辛苦 講話你都會給我吃花生 龍騰斷橋以前叫做 魚騰坪 因為這裡旁邊有鯉魚潭 所以相傳它有鯉魚精 居民他們就種了很多魚騰 那魚騰有毒 就是要捆住這個鯉魚精 那在旁邊有一座山 叫做關刀山 因為它的這個山形 長得像關刀的背面 那關刀就能夠斬魚騰 那魚騰斷掉之後 就能夠毒這個鯉魚 所以這一個橋就叫做 魚騰坪橋 後來覺得魚騰魚騰 它是一個有毒 植物不好聽 所以就改名叫做龍騰 這就是龍騰斷橋的由來 可是你旁邊 75%酒精 25%來自10種法國的原料 我問一下 剛剛這龍騰斷橋從這裡跨到對面來 欸 太難了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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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人錯覺 到囉 好 手中心果冰 哈尼咬雷夢 香蕉X芭蕉 來囉 我的 喔你看 喔有有 喔怎麼樣 可是太冰了 嘿嘿嘿 欸 吃了咬草莓啊 你要大力咬下去 對 咬下去 不要猶豫 你先吃好 我要拼包 好喝 好吃嗎 好吃 覺得這一個景點還不錯 它有ABC三個行程 C行程是最短的 但是它整個行程的時間 它是寫70至80分鐘 但是它會停留兩個站 然後在那邊導覽 整個做起來還不錯 看得到龍騰斷橋 又看得到鯉魚潭 現在我們來到卓爺小屋 它是一個村莊 集合在一起 這裡是一個 藍染基地 就是客家的藍染文化 在這裡發味道極致 NC新聞 攏彩虹 這裡它有民宿啊 有一些DIY的地方啊 有一些餐廳 咖啡廳 然後我們現在就是要來 先來這邊吃飯 來了 哇這餐廳也是 很有他們的風格 古色古香 不錯齁 四位 好 這個門票 可以折抵 幾百塊 先坐一下 好 那我們把這裡塞滿樹 沒有露餡 我們也吃一個 因為這蔬食一個人是499 然後有七道小菜 然後跟一盤貢鍋的火鍋 有一天天小小貴 因為我以為是小火鍋 聖經臨被鋼劍被保住 謝謝耶穌 貢主耶穌祭 祭祭的名號告 裡面有什麼 蔬菜酒 麻油蜜餡 很像蛋糕的味道 很怪 酥皮超發貴 這裡就是會有客家小鎮的這種 原始風貌 我覺得這咖啡廳不錯耶 妳好 很漂亮的喔 是不是製作的時間過了 沒關係 你們兩個現在要做也可以 可以嗎 那最短的東西是可以什麼 最快 有雙筋或漱口袋 這是比較快的 一個小時以內會完成 好 那成交 要收費耶 當然啦 不然咧 做完他會給你300塊是不是 呵呵 這個就是要給你選擇他的圖案 然後一條橡皮筋至少綁五圈以上 這樣子就完成一個 呵呵 很明顯看得出來 這是一個充滿藝術的天分 晴天娃娃 現在當我們做完手工之後 就是要來穿衣服了 人家說 搞穿衣 那穿上人 趕快 呵呵呵 染色的時間一次是三分鐘 前面有時裝可以進食 有時候這種事情就像律師 這個缸裡面的顏色 天然的植物藍草 然後藍草這裡面看起來是藍色 但是事實上它是綠色的 你看它是綠色的 因為綠色是青嘛 都叫做青出於藍 好有姿勢 來甩這個臉上 來甩起來 春韻的那個顏色又比較深 對啊 因為我效率比較高 很容易被污染 對 就是你可以來這邊 染這個就好了 食物部都要吃 請問你對素食有很深的執著 拿起來 之後呢 要去沖水 來 這裡呢 它就是要叫來回做 把它氧化 你的色就很厲害 盤子倒蓋 對 然後放在上面 沖水的時候就不需要捏它 要沖多久啊 總共要做幾次 三次 有東西上面嗎 Go 現在又來第二次 會變得很爛的咧 待會就來看看我的成品咯 這樣可以 各位觀眾 大師級的來的 林格文喔 這麼有挑戰 我覺得我的有點不均勻 沒關係 哎呦 你的有點欸 隨便用用的啦 看得出來隨便隨便的 我覺得你整個滿好看 幾乎是僅次於我而已 哪有 現在染完三次 氧化後脫水 拆線 我看你隨便用 你的蠻藍的 好可愛喔 嗚 哎呀 你看 不錯欸 嗯 好嘞 差點垃圾桶 哈哈哈哈 我的三桶 跟我的一桶 看完你的 我真的覺得 我是有藝術甜品 很可愛 好不好 我的不錯 我的不錯 你的真的是很普通欸 厲害 應該是ok啦 對種在哪裡 哈哈哈哈 我覺得可以來嘗試這個 真的滿好玩的 風樂草莓園很大 它有1500坪 如果你找不到定位 它就是在大湖酒莊正後面 所以如果你今天穿了一雙 極細高跟名貴的鞋子的時候 你就要找這種 高價草莓園 如果你如果撈不下去 或是撈到白色 滑梯磚金條的時候 你可以找這種高價草莓園 十分鐘以內 我們比賽 誰拿到最大顆的草莓 我們就幫它出錢 最大顆的喔 高價草莓園 高價草莓園 我贏了 欸你這顆有點厲害喔 我贏了 你這顆有點厲害喔 集合了 哈哈 太誇張了 請問你有超級大顆的嗎 哪裡 我們在比賽要想哪一顆大顆的 很像都差不多齁 對啊都差不多 這個很漂亮 我覺得這個好 好 好啦勝負已分啦 欸我 我拿的比老闆的還大 真的 但老闆的很美 喔好可愛喔 我覺得我很適合在草莓園上岸欸 這三顆是老闆的 這三顆是我的 這顆比較漂亮 欸這顆滿好看的 我覺得這個也很漂亮 欸這顆也很好看 可是我們不是在比好看問題是 我們 我覺得也很好看啊 這顆也很漂亮 大家拿出一顆來比快一點 不要弄在一起啦 不是已經結束了嗎 這裡的海美 他覺得他的比較好看 你會把它倒掉 不要啦 不好意思打擾一下 因為我們 在比賽你可以幫我們看一下 哪一顆是最大顆嗎 你們的在哪裡 老闆不比美 就是大 哪一個比較大 這個 這個比較大 這個比較大 這個欸 欸 欸這個草莓啊 它是外來種 1934年的時候移進來 台灣 那個時候最早啊 種在陽明山 然後種一種 它種不起來 之後1958年的時候移來這裡 然後就種起來 苗栗的草莓產量是全國的80% 好 耐胖不要放太久 好吃嗎 嗯 嗯 加戀如 戀如就送 好 什麼意思 嗯 我在看 我們剛剛採完草莓的旁邊就是大湖酒莊 來大湖啊 什麼都吃草莓的 他今天吃的是 草莓貢丸 欸 這樣子有草莓味啊 草莓泡芙 來喔 好好吃喔 讚 欸它那個泡芙超酥的 趕快再噴啦 太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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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飲而進 很帥喔 而且它是大麥酒吧 是酷酷的 所以如果你來這邊 你就可以休息一下 試吃飲料 然後旁邊就有停車場 食堂溫泉 這裡面腹地很大 然後它是開放式的 很可愛 然後再還有一個玩沙的 你看裡面有Spy 而且混合在這個樹林裡面 它這裡的湯屋也是蠻多的 你看這麼多間 然後每一間呢 它都是半露天 露天的地方呢 它有用這個蟒打給你打掉的 地板有這樣鋪 看起來蠻乾淨的 哇 這個樹也是看起來 還有南洋風味喔 對啊蠻好的 然後這裡的池子也是 一窟一窟的 就是一窟一窟 然後再來的話 它就變成你自己家庭的家庭池這樣 有些時候朋友們啊 你們就可以來這邊聊天啊 然後呢就是屬於 三五好友就一起在這邊泡 這個好像 這組蚵仔麵刷的鍋子喔 如果你要使用湯屋的話 一樣就是在門口付完入門票 250之後進來這個地方 一間一小時兩百 好像是在外面喔 然後你們一定要換上泳衣才可以出來 好 沒有換泳衣我們也不太好意思出來 沒有那邊要佐泳衣的啦 欸我跟你講它裡面最新裝潢過很讚 食品 你是服務生嗎 我用服務 你不要亂敲門 等一下有人回應你 你就嚇死 欸 蝦子跑去吃殭屍大腸喔 滑蛋蝦仁對不對 欸 欸 這裡的溫泉跟台北的溫泉不太一樣 台北有一個硫磺味 你洗完之後回到家 家裡的人都會知道你有去泡溫泉 沒有約他們 但是這裡他們除非看影片 我嘴巴也不曉得你有來泡溫泉 這個是在台山縣上面 你採完草莓的時候 就可以經過這個食湯溫泉 然後它這裡面是碳酸吸納泉 無色無味 但是還有俗稱美人湯之稱 因為你泡完也不會滑滑的 所以我覺得還蠻好的 今天這行程又要在泡湯之下 做一個完美的Ending囉 Bye